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朋友应该都比较清楚 这牛羊肉在中国古代不是随便普通人就能够吃到的东西 特别是羊肉作为祭祀之用 想要吃也必须在特殊的时候才能够吃到 不过随着中国这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这种情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但是在唐朝曾经有一段时间 想要吃肉却成为了无比困难的事情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咱们就聊聊这吃点羊肉不容易的故事 话说唐朝武则天在世之时 对于佛教可以说极为笃信 公元656年的时候 武则天生下了后来的唐忠宗李显 照理来说这应该赶紧让皇上好好看看孩子 开心一下才是 可武则天却直接找来了玄奘法师 请唐玄奘为李显赐号 而玄奘则赐李显号为佛光王 约赵玉慈恩寺 请玄奘为之替发受戒 满月的孩子就让他去受戒 这当然不是让小孩子出家 而是更好的为这孩子祈福 由此可见武则天是何等的宠信佛教 所以后来武则天当了皇帝 对于佛教更是大为推崇 甚至还下了一道命令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禁徒令 按照要求按佛法禁止杀生之事的发生 不过命令好下这事情可就难做了 特别是大鱼大肉灌了的朝中百官 清汤寡水的日子真是不好受 所以官员们就想出办法应对 那不让我杀生 那只要这肉不是我杀的不就得了吗 因此人们干脆把家畜的死因 全都怪罪到了豺狼虎豹的身上 一时之间感觉这长安城满大街 都是由猛兽出没的状态 武则天虽然宠信佛教 但他不糊涂 这三把火过后也就感觉到了不妥 只不过朝堂上这朝令夕改 不是新军该做的事情 毕竟容易动摇自己的统治 因此他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要不让我知道该怎么吃 你们就还怎么吃去吧 可是好巧不巧 这个左石仪张德却出了一件事情 当时张德老来得子 这是难得的大喜事 于是张德偷偷地杀羊庆贺 还邀请了不少同朝的官员一同聚会 可是在这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杜肃 此人是心怀不轨 不仅吃了人家张德的羊肉 竟然还想借着这件事情告发张德 以求自己的升迁 第二天武则天得知此事 马上召见了张德 对他说 老来得子 这是可喜可贺 可你这羊肉是怎么来的呢 张德一听知道 肯定是有人告密了 况且武皇发话 那自己多半是要人头不保了 于是他赶紧是磕头认罪 可是武则天却没有生气 反而是宽慰他道 请客吃饭 也得选对人才是啊 那些卖有求荣的无耻之徒 怎么能邀请到一起呢 张德一听 这心头的石头终于是放下了 可见聚会每餐这确实是人间快事 可是聚餐交友的对象 还真是应该慎重选择才是